小李飞兜力无虚发 可兵器谱上排名第一的却是孙白发 数年之后江湖巨变 出现两大势力 分别是以孙玉国为首的孙府 江湖人称老伯 以及万鹏王所领导的十二非鹏帮 两大帮派以快活林为界 井水不返河水 快活林是武林众人的天堂 设有酒馆 赌房和青楼 是文明江湖的肖金窟 老板名叫高继平 江湖人称高老大 是个长相美艳的女人 高老大因童年生活落魄 长大后一心追逐名利 表面上快活林远离江湖是非 实际上是孙玉国的一颗棋子 这天云雨过后 高老大向孙玉国提出 听起来高老大是想要个名分 每天你来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回到孙玉国之后 孙玉国对管家绿香川提起快活林 快活林财务很独立 孙玉国从来没有资助过他一分钱 可他每年总能上缴巨额的利润 往回去查清楚 他都做了些什么 是他在做事 而是谁在帮他做 没错 高老大暗中培养了四名顶尖杀手 做的全是杀人越货的买卖 四大杀手分别是叶祥 孟兴魂石群以及小和 四人应受高老大恩惠 对其忠心耿耿 这天高老大又接了一桩大买卖 金枪宝的金枪礼 此人武艺超群 其手下高手如云 有四大金刚十三太宝贴身保护 还有刀枪不入的金丝甲 高老大派孟兴魂去执行任务 孟兴魂先是了解目标的具体情况 紧接着在远处启动 事先准备好的投石器乱石来袭 瞬间金枪宝乱作一团 当所有保镖都在专心应付巨石时 孟兴魂出其不意的杀了出来 将金枪礼一简封喉 紧接着施展轻功开溜 孟兴魂轻功高强 对方保镖哪里还追得上 完成任务后 孟兴魂便向高老大复命 高老大很满意 早就准备了银子 孟兴魂一刻也没有多留 急忙离开快活灵 原来这就是高老大的秘密 四大杀手是他的摇钱术 就连快活灵老板孙玉伯 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这天孙玉伯生日 孙府热闹非凡 兵棚满座 众江湖人都赶来贺寿 只有快活灵的高老大空着手 他认为自己就是最好的礼物 当他靠近孙玉伯时 突然感觉背后一阵寒意 原来是顶级剑客寒糖 在暗处保护孙玉伯 此时的高老大响入飞飞 不料孙玉伯早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紧接着安排众手下到内堂 说是有重要的事要宣布 高老大满脸笑容 志在必得 账房陆冲一听快活灵是自家的地盘 当即和高老大热聊了起来 说是下次去可得记账 高老大爽快答应 谁知孙玉伯却变了脸 原来孙玉伯要将快活灵交给绿香川管理 他不信任高老大 说吧绿香川还拿出一笔遣散费 利用完了就想过河拆桥 高老大没有收银票 孙玉伯高手如云 高老大见好就收 转身就走 不料孙玉将他拦住 原来孙玉伯担心 高老大头伴死对头万鹏王 快活灵和孙府的关系既是秘密 就不能让人知道 我相信死人是不会泄露秘密 就当孙玉准备对高老大下手时 孙玉伯将他叫住 此事才算作罢 高老大不再妄想叛高知 回去之后却咽不下这口气 招来三大杀手 我要杀了老婆 叶祥是快活灵首席杀手 长相英俊 武艺齐高 最受老大器重 可这次叶祥却怂了 这次高老大 让他杀的是江湖枭雄 孙玉伯 江湖传闻 欲杀老伯 先杀韩唐 韩唐剑法极高 他的剑既快又冷 武林中盛传一句话 韩唐出手 绝无活口 孙府高手如云 死去九死一生 临行前 叶祥特意交代孟星魂 照顾好小和石群 因为他们私人从小一起长大 当晚叶祥全身漆黑 闯入孙府 这时 孙府总管绿香川 正在花园里讨好孙蝶 身为孙府千金的孙蝶 在父亲和哥哥的呵护下 天真浪漫 就当绿香川伸出贤猪手时 不料叶祥的来到 打乱了他的计划 绿香川并没有对孙蝶 说明有刺客 我们好像有客人来了 我去看看 谁知孙蝶也发现了叶祥 他对着叶祥的藏身之处 静止走来 绿大哥说的客人 就是你吧 你的武功一定很好 才能进我家不被发现 叶祥大吃一惊 难道孙蝶也会无意 天真的孙蝶解释了缘由 其实 我看不见你 只不过 我闻到一种很特殊的粉味 孙蝶并没有将他揭发 因为孙蝶从小生活在孙府 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 于是把躲在暗处的叶祥 当做朋友 还倾诉了自己的心事 叶祥也是罪了 第一次见识到 对外人毫无防备的傻白甜 看来今晚的刺杀计划 得取消了 叶祥当即施展轻功开溜 通过围墙上的痕迹 吕翔川猜出有刺客闯入 让所有护卫加强戒备 紧接着将此事汇报给孙蝶伯 吕翔川怀疑高老大 联合飞鹏帮来报复 此刻的高老大 虽心怀记恨 却并没有投靠飞鹏帮 他想自立猛户 坐山观虎斗 一边让叶祥去刺杀孙蝶伯 一边派小河冒充飞鹏帮 去击杀孙府的人 绿香川是孙蝶伯最得力的助手 表面上蚊子冰冰 却一肚子坏水 为攀上孙蝶伯这颗高枝 有意追求孙蝶 多次被拒后 绿香川借送药 放了荷欢伞 想要与孙蝶生米煮成熟饭 这时突然外面传来异想 绿香川点住孙蝶的穴道 出去查看 谁知他前脚刚走 叶祥就来到了孙蝶的房间 替他解开了穴道 不料浑身炙热的孙蝶 一把扑向叶祥 此刻 绿香川召集孙蝶中保镖 还是没能找到叶祥 叶祥救下孙蝶后 便离开了孙蝶 不料还是被顶级高手 韩唐堵堵住 两人一言不合较量了起来 叶祥是快活灵第一杀手 身手也不弱 但韩唐还是技高一筹 可韩唐并未取叶祥性命 今晚的一切 他都看在眼里 或许不杀叶祥 是因为叶祥的人品 超过绿香川 不要再靠近孙蝶 否则你想带走的人也活不了 回去复命时 韩唐第一次对孙玉伯 隐瞒了此事 人呢 死了 孙蝶历经此事 算是看清了绿香川的真面目 对其避而远之 叶祥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自那晚起 叶祥心中便有了牵挂 高老大派他去执行任务 可叶祥却因心软 无法下手 还好高老大早有准备 让孟星魂跟在后面 替他完成了任务 接连几次 叶祥都失了手 高老大看出一场询问缘由 我没法杀人了 我的心活过来了 什么意思 因为一个 一个女人 得知叶祥是为了一个女人 高老大又气又恨 因为他觉得 自小和叶祥青梅竹马 可叶祥对他持有感恩 不久 孙蝶发现怀孕 将绿香川的罪行 告诉给孙玉伯 起初孙玉伯怒气冲冲 叫来绿香川对质 你说不是 那就不是 深夜 孙玉伯招来韩唐 那个死人叫什么名字 没问 人品 强过绿香川 就当韩唐 想要继续说下去时 孙玉伯却不想听了 在家里中老 爹不再追究 但是你要去向香川道歉 你不信自己的女儿 不信 你就再杀了我 我也不会去 孙玉伯暴怒 将孙蝶逐出孙府 叶祥却也只能在 核对案关切地望着 绿香川假意向孙蝶道歉 帮他安排了处处 还承诺 等孙玉伯萧起后 就接他回孙府 孙蝶却无法原谅绿香川 孙玉伯心烦意乱 来快活灵寻开心 失权后的高老大 殷勤招待 猜出了孙玉伯的心思 如果是孙府的事 现在坐在您面前的 应该是绿香川 如果是不能和绿香川说的 那应该就是家事 而你的事 孙玉伯夸高老大 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那是你的好处 但是话一多 这些好处就都看不见了 眼看高老大和孙玉伯的关系 有所缓和 这时 十二非鹏帮的图大鹏 以顶嘴为由 打死了老伯 安插在高老大身边的探子 高老大虽气愤 但也只得忍气吞声 绿香川将此事 汇报给孙玉伯 声称高老大 已投靠非鹏帮 绿香川怀疑高老大 投靠了十二非鹏帮 想将高老大拿下 高老大不屑一顾 施展轻功想走 可绿香川不依不饶 两人在竹林里较量了起来 高老大身手也不弱 两人大战了术师来回 绿香川艰难以取胜 便掏出了自己的绝技 暗器 高老大快速躲过 可还是忽略了绿香川的阴招 高老大不慎受伤 就当绿香川再次加大暗器时 孙玉伯赶来 挡在了高老大面前 绿香川急忙收手 谁知孙玉伯却站在了高老大这边 把人都撤走 今后快活灵还是由高老大掌管 其实这一切 只是孙玉伯的缓兵之计 此时的高老大 确实和十二非鹏帮有所联络 涂大鹏和他达成共识 一起对付孙府 以一年为期 重新执掌快活灵的高老大 心情大好 还给孟兴魂涨了三倍的工资 可孟兴魂却要辞职 因为他早就厌倦了杀戮 高老大便拿小时候的恩情说事 若不是自己 他孟兴魂早就饿死了 而绿香川在老伯的安排下成了亲 可揭开喜怕的那一刻 绿香川却叫出了孙蝶的名字 为了补偿新娘灵秀 绿香川将所有的家当 交给灵秀保管 你嫁了一个很忙的丈夫 美娇娘独自在房间 绿香川在外面喝起了酒 高老大和非鹏帮的图成 以采取行动 抓走了孙玉伯挚友的女儿 隔天 对方来孙府哭诉 希望孙玉伯可以帮他查出真相 绿香川得知是两个非鹏帮弟子 两人怀疑孙府出了内鬼 此刻高老大又找到武林高手 黄山三游 以失传的官云剑谱作为筹码 让他们血洗民警山庄 三人按照计划照做 还污蔑四勇士是凶手 以替天行道的旗号 将四勇士击杀 只有铁城刚逃走 高老大猜测 铁城刚定会去向孙剑求助 为了让黄山三游 继续为自己所用 高老大将剑谱一分为二 果不其然铁城刚赶去投奔孙剑 黄山三游紧追不舍 四人居然在孙府门口打了起来 孙剑听到动静出来 看到好友铁城刚受伤 孙剑又气又怒 可黄山三游却污蔑铁城刚 血洗了民警山庄 关键时刻 孙玉伯出来主持公道 铁城刚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还拿一只断手作为证据 黄山三游兴区 想要杀人灭口 可他们却忽略了孙剑高手如原 不仅有绿香川 还有绝顶高手韩唐 不过片刻 韩唐就将黄山三游团灭 铁城刚带来的证据是 舅舅民警山庄庄主的断手 紧握着一块碎布 正是黄山三游的衣物 真相水落石出 可黄山三游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绿香川怀疑 三人是受万鹏王指使 可孙玉伯却不这样认为 夜里 孙玉伯找到高老大 想从他那里套出线索 可高老大早有防备 回答的滴水不漏 事后高老大担心事情败露 找到孟星魂 让他帮自己杀了孙玉伯 承诺这是最后一个任务 完成之后 就放他和叶祥一起离开 为了让孟星魂混进孙府 高老大想到了会兵楼 此处是孙府招兵买马的地方 高老大为孟星魂准备了新身份 让他假装病倒在会兵楼门口 没想遇到了来此消气的孙蝶 于是让伙伴把孟星魂 抬到会兵楼养伤 掌柜吴大勇 虽收留了孟星魂 但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 免不了暗中调查 当然 查到的是高老大提前安排好的 孟星魂伤好之后要求留在会兵楼报恩 吴大勇爽快同意 让他去执行刺杀任务 孟星魂假装害怕 双手下的直哆嗦 总算是猛混过关 吴大勇便安排孟星魂当一名普通伙计 小和嚼装成黑衣人 袭击了孟星魂 一阵刀光剑影之后 孟星魂获胜 可手下留情放了小和 小和声称是来提醒他的 说吧 话锋一转便透露出真实目的 孟星魂劝他不要去 连自己都没把握 可小和意气用事 哪里听得进去 虽然小和平时待孟星魂和叶香不好 可孟星魂拿他当亲弟弟 于是找到高老大 让他去劝小和 因为平时小和最听高老大的 高老大承诺去找小和 让孟星魂按原计划执行任务 另一边 郑远标局 吴老刀的儿子小武 和非鹏帮侍女代代私会 被非鹏帮发现 遭到毒打 吴老刀知道后 向万鹏王求亲 被万鹏王直接拒绝 吴老刀便转向孙福 向孙玉伯求助 孙玉伯爽快同意帮忙 让绿香川带着礼物 去十二非鹏帮见万鹏王 希望能够跟您谈门喜事 万鹏王想都没想 一口回句 我跟孙玉伯 永远也不会是朋友 随便挑两样吧 算是我给孙玉伯一个回礼 谈话之间 万鹏王透露出 对绿香川的欣赏 什么时候 你若与孙玉伯闹翻了 来这里找我 这时手下来报 说是万鹏王的坐骑 旋风 不肯吃东西 万鹏王表现得非常担心 绿香川想出一记 夜里招来孙福 安排在非鹏帮的眼线 隔天 手下来报 说是万鹏王的坐骑 旋风报王 万鹏王伤心不已 日到绿香川 想给自己一个下马威 居然妥协同意了轻事 与此同时 孙蝶整日流连在汇宾楼 招风影蝶 整日无所事事 就连孟星魂都忍不住看了两眼 这不就是那天救自己的女子吗 这晚 孙蝶在河边沉思 孟星魂正巧路过 决定上前致谢 谁知一股杀气传来 原来是韩唐在背后盯着 他并没有对孟星魂出手 孟星魂上前与孙蝶交谈 孙蝶也认出孟星魂的身份 那天自己救下的那名伙计 或许是太孤独了 孙蝶对孟星魂十分友好 简单地交谈了几句 便离开 都说孙府高手如云 就连端茶地水的小丝 也深藏不漏 当孟星魂用双指 轻松夹过落叶时 就连孙宇博也深感意外 连个上菜的小丝都会舞鸦 您府里真是卧骨藏龙啊 这时孙简来报 说是打断了江家兄弟的腿 还将他们的妹妹送进了青楼 孙宇博听后大怒 孙简反驳 说对方是非鹏帮的人 可孙宇博执意让他去 想来孙宇博不愿与非鹏帮闹僵 谁知夜里 一名刺客闯进孙府行刺 此人正是小和 因既不如人被活捉 小和对高老大十分忠心 并没有将他供出 当晚正在举办喜事的郑远镖局 却传来一件噩耗 吴老道被活活勒死 小五还没有入洞房 就被人斩杀 代代被带回非鹏帮 自杀身亡 很明显 这是万鹏王给他们的警告 绿香川看到郑远镖局的残警 知道自己把事办砸了 赶紧向孙宇博认错 事到如今 孙宇博只能让手下加强戒备 两人把矛头指向了前来行刺的小和 为了让小和说出幕后指使 绿香川将一瓶七步倒 灌进小和的嘴里 可他还是忽略小和对高老大的忠心 即使迷迷糊糊 小和也没将高老大供出 孙宇博想出一计 故意放小和离开 引出幕后主使 此刻 孟行魂从一名伙计口中得知 孙府抓了一名刺客 孟行魂猜想是小和 深夜 孟行魂潜伏在孙府 准备找机会救小和 不料还没动手 就看到小和从孙府逃出 孟行魂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 便躲在暗处保护 果不其然 看到孙府的杀手 偷偷跟踪小和 此时的小和身受重伤 当他逃到远处的林子里时 孟行魂突然杀出 替小和解决了尾巴 随后孟行魂将此事汇报给高老大 既然看到他出来 就应该杀了他 你变得心软了 这让人太心寒 原本小和在孟行魂的掩护下 顺利逃走 谁知 高老大却借到杀人 给郑宇回城的孙剑送信 告诉他小和的藏身之处 此时的小和 心里还惦记着高老大 没想孙剑突然杀出 结果可想而知 小和被孙剑活捉 随后孙剑将小和带回孙府 孙宇伯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 竟被儿子破坏 哭笑不得 另一遍 孟行魂对孙蝶产生了好感 这天 孙蝶在湖边晃悠 孟行魂以为他要自尽 便急忙阻拦 孙蝶因担心绿香川 对孟行魂出手 劝他好好活着 离自己远一点 两人就此成为朋友